盐水鸭是南京著名的特产 屬金陵菜九富盛名 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是经久不衰的美食 南京盐水鸭是中国历史上一种低温处理续勤产品 和传统的腌辣制完全不一样 制作盐水鸭有两关键 一是低温煮熟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煮制 使得盐水鸭的嫩度达到一定程度 低温煮熟盐水鸭肌肉蓄水性好 保持了鸭肉的多汁性 而高温煮制的腌辣制品会破坏其风味 让人闻起来香 吃起来口感却一般 第二个关键是干腌制和卤水腌制 炒香花椒盐 椒盐擦遍鸭身去腥味 入椒盐味增加鸭肉的香醇 减少鸭脂肪 小火慢煮 食之有嫩香多汁的口感 这个家庭版制作南京盐水鸭的方法 简单易学 初学者可以轻松制作这道美食 好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具体步骤 制作材料 主料 冰鲜鸭一只 大约1500克左右 饺料 花椒10克 料酒30克 海盐130克 大葱10克 大蒜3克 姜5克 八角大料3克 肉桂1克 陈皮1克 香醋10克 制作程序 一 我们在超市买的冰鲜鸭 已经去毛去内脏 只需要用清水内外冲洗干净 滤干备用 二 干炒椒盐 炒锅加热 放入海盐100克 全部花椒 炒至海盐颜色变黄 炒出椒盐香味后 倒出备用 大约10分钟 三 干腌制 用炒好的椒盐 从鸭屁股刀口处 塞入鸭斧 均匀涂抹内糖 用椒盐擦遍鸭身 然后将鸭子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 放在冰箱里腌制 4小时以上 四 制作卤水 锅中放入大约3升清水 放入生姜片 葱结 大料2克 料酒1勺 香醋1勺 食盐1勺 肉桂陈皮 大火煮开后 在小火煮10分钟 煮出调味料的香味 关火将调味料夹出 晾凉 5 卤水腌制 将鸭腿朝上 鸭头朝下 放入锅内卤水中 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 腌制4个小时 放入冰箱腌制4个小时 调制最小火 保持汤面微肺 将鸭子从卤水中拎出来 放入这个汤锅中 浸沫 小火慢煮 25分钟左右 拎出鸭子 控出鸭腐内汤汁 放在冰箱里 晾凉 两个小时 将锅中煮鸭水再次加热 煮沸之后 调制最小火 保持汤面微肺 将鸭子从冰箱里取出 放入锅中浸沫 在小火中 焖煮 25分钟左右 这样盐水鸭就基本做好了 我们捞出鸭子放凉 切件 装盘 可以用新鲜的薄荷叶 或者香菜葱花 点缀 新鲜入味的盐水鸭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盐水鸭皮白肉嫩肥而不腻鲜美可口光泽新鲜淡而有咸香鲜嫩三者皆有令人久食不厌 盐水鸭最能体现鸭鸭子的本味做法反普归真绿油腻 留鲜鲜美助肥嫩 常吃盐水鸭还能抗盐消肿拒衰老 心血管病患者尤为适宜 尤其是夏天吃烧烤特别容易上火 吃盐水鸭可以解暑热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点击YouTube视频右下角红色的subscribe标识订阅本频道 您可以同步收到我们新出品的美食视频 不错过任何一个好看好吃的美食 欢迎您分享我们的视频节目 多谢您的支持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